大家好 大家假如你常常看我的影片 你会发现到 在五行派里面 从我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你会发现到八字非常没有分量 不像你们以前所讲的 一命二运三风水 我八字就代表我的命 出八字就是决定在你落土时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呢 老师 你还八字老师 结果你八字老师 你干嘛把八字讲的那么不堪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都是做什么事 我们再天天批命 而且我们批命完 我们还会 怎样 给客人 我会说我批完命什么时间点 之前你只要碰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来问我 你可以来问我 当客人回来问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我之前批的状况是如何 两条件 我们都是不是批完就算了 我们都还有 服务的一个时间 而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到 其实在 这一种有回馈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八字 他并没有所谓的一种绝对的情况 他并没有绝对 他是一种 机会而已 所以我在之前跟各位讲说 八字 他是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基因就好 你的财心比较强 就表示你比较有机会在财的这方面 有所发挥 你的关心比较强 你比较容易在工作职场这一块 会有所发挥 你就把他当作这样 但是我常常讲 好的你把他当作怎样 四手气 因为好的不一定会成真 在我们的 经验里面 好的这一块 成真的机会不大 为什么 同样的八字 为什么有些人就很成功 那有些人呢 就非常非常失败 同样的八字 那就是因为 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 环境的条件 自身的条件 你要成功啊 这些都要配合 所以 在好的部分 其实你说他会发财 这个时间点到 很多都没有发财 只是财运比较好一点点而已 很多都是这样子 因为八字 他只是给你一个运程 你要成真 你还必须配合其他的条件 但是呢 各位啊 只要余力到坏 那基本上 成真的机会 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所以 你会时常听到我在讲 我很少跟你讲好的 我比较常会跟你讲 你要注意的点 因为 在八字里面 要变坏的点 很快 非常快 而且呢 他的机会 非常非常大 所以算命的啊 各位你就会知道啊 你假如本身呢 有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 你会知道来找你的客人 十之八九 绝对都是不好的 因为他基本上都是 坏的成真的 所以在我们的一个经验里面 我们就会 跟你讲说 你有机会 当世事手气 去试看看 但是你 假如有遇到坏的这种 你绝对要严法 所以 人呢 在走衰运 非常非常快 走衰运 不需要什么天分 他不需要什么努力 你都有可能走衰运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反而呢 很注重衰运 因为你好运 你说你会发财 那假如说没有成真 顶多就是不发财 不会变很差 但是呢 你会破产 你假如不去严法 五次的机会 只要一次发生了 你就真的破产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坏的 非常非常反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衰运 才是培养你能力 最好的世界 衰运才是培养能力的一个时间 因为这时候 他很容易 变化 很差 在这时候很差的时间点 你要去培养 你相关的一个能力出来 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在衰运 不会太衰 我时常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他是在 股市里面 可是 难道他没有八字吗 难道股神巴菲特跟 平常人不一样 他是 神吗 巴菲特一样跟你是人 他一样有他的八字 他也有衰运的时间点 可是呢 你会发现到他长期的投资绩效非常非常好 怎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 因为他的能力 非常非常强 所以呢 他的衰运 变成是 少赚 他的衰运叫少赚 那你的衰运呢 叫做大赔钱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当你的能力 提升 上一阶的时候 其实 你可以降低 你在衰运时候的情况 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中荣义 要56岁以后才有财运进来 各位 你看我现在这样子 我卡妈 老师啊 你破财间破官两破的这一种情况下 可是你看起来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叫破财命 老师啊 我不叫乞丐命 但是 为什么 会这样 很简单 你看 能力这一块 就是能力这一块 你破财 就是能力这一块 当你的能力起来了以后 你的衰运 原本应该是在这里的 A点 但是因为你的其实点不一样 他就跳到B点 你的衰运 就往上跳 所以你的能力 你要去培养 了不了解 你有能力 最少呢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吧 你有能力最少你可以养活你自己 没有运 没关系上天不邦 我靠我能力 我最少还能养活自己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你们的能力 能力在哪里 能力 能力 所以不要 不要 放弃自己 我遇过太多都放弃自己 他们来批八字 无非只是想要图一个希望而已 无非 只是想要从八字里面看 为以后能不能先一翻身 可是呢 他们完全 都没有想过要从自身去做改变 所以有的时候我批到这种我很想骂他 像有一次批到一个 老师你知道吗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工作 你的工作都还是你父母亲帮你找的 你自己本身找不到工作 你父母亲帮你找的 你希望妈的躺在那里吃个喇喇睡而已 已经算是那种社会边缘了 各位 请问他八字再怎么好有用吗 他八字再怎么好有用吗 根本就没用 所以我就常跟各位讲 八字不决定你的命 是你自己有很多个条件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环境八字综合起来 才是你现在的命 所以八字哪里很重要 你要不要解 八字哪里很重要 你其他的条件 把它做好 其他都是可以改变的 你自身 能不能改变 你的环境风水能不能改变 这么简单 板插在这里我放到旁边去 不就风水改变了吗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改变的 所以其实人呢 不是有八字在决定你的 相同八字那么多 你找两个一模一样命运点有看嘛 你找不到嘛 为什么 表示说人他是有可以改变的 所以他可以改变 各位 所以 你不要放弃你自己 只要是放弃了 基本上 就真的没救了 真正 最头痛的是什么 放弃自己 放弃自己 那个八字再好 都没有用 就会变成是跟那个在 火车站乞讨的 一样 就在那边乞讨 然后他八字现在财运比较好 就多一点 100块 多一点 各位 他的财运好 就是可能拿个100块200块 放弃治疗 所以 各位不要 不要 把八字 把他 宿命化 把他神鬼化 他不过就是一个时间对你的一个影响 他影响你的哪一方面的运程 财运官运 应运 时商运 这方面的运程 那你了解了以后 你该如何去应对他 你平常 要怎么去住 这才是真正的 不要只是说 我的八字 我是 破财 破财就破财 你前面这个也会破财 我就是标准破财 破财又怎样 你的收入有我高 我这样跟你讲 你收入有我高 你收不定吗 财运很好 结果你收入不如一个破财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八字不会决定你的一个东西 决定你的运程 他还有其他的决定的 你的命的因素 你自身的能力条件 你的风水环境 对不对 这些都会影响你 假如八字这么厉害的话 其他的学术不可能出现 因为 你破财 八字 那风水再怎么调 都是破财 那风水怎么会出现 表示风水没用 可是 为什么这些学术会一一出现 就表示 他们都有一定的效果 了不了解 他们都有一定的效果 不是八字是绝对的 所以 不要说 因为算了个八字 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整个人就失去了信心 放弃了希望 各位 别傻了 他只不过决定你的运程而已 你自己要怎样 你还是 有 可以掌握的 了不了解 你还是有努力的空间的 最怕是 像很多人一样 我想要有钱 每个都跟我讲说 他想要有钱 他有钱你要怎么办 来做生意 老师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借钱 我信用不好 那就存第一笔 第一笔第一桶金 老师 都加点班 老师工作八小时就很累了 还要加班 你说你想要有钱 结果你连有钱的动作都做不出来 想要去努力赚钱的动作都没有 你只是想要有钱花 你只喜欢那种有钱花的感觉 根本就不想有钱 钱会这样子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 幻想 幻想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